最近武汉的刘女士遇到了一件悲催的事情 她去理发店烫头发 发型不但没有做好 理发师还把她的头皮给烫伤了 医生诊断为三级烫伤 并且说以后可能不会再长出头发了 由于多次协商没有进展 气愤的刘女士竟然拿了根绳子 要在店里上吊 最终经过警方协调 双方的意见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小编觉得还是走法律途径吧 一哭二闹三上吊 这些招吓唬老公还行 吓唬理发店人家也不害怕呀